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是屬於剪接號有頭號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功法是明明的功能條 可靠得出現超級 好,首先我們先把這個 這隻木的KO掉 新轉木耶 不對,我覺得要先把火的乾掉 因為狗的攻擊太大 我覺得它轉沒差 給它打翻下來沒差 這麼快就把我的好片還送 欸,幹嘛用全體關起 我轉過去,我把它轉回來 一人轉一次 非常漂亮的單體攻擊 來吧,好 好,下一回合我已經要把一隻幹掉 留下一隻 也是屬於一個單體攻擊的部分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欸,太大力人了 老闆 單體的意思就是要留一隻 好嗎 太快了 好像九回合 這沒辦法,這個 這只能直接care 不然沒,沒轍 這單體啊 單體啊 單體啊 單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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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體好嗎 單體 很快 很快 那一隻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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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快 喔!剛剛好! 我把蜆蜓打掉了 蜆蜓把蜆出去 只要沒吞降就不會有問題 這邊有點危險了 我們先把蜆蜜錯牌 這屬於錯牌的狀態 只要他在考驗我的技術 欸!等一下!我要疊音器喔! 我怕打到他的 不用怕!盡量打就對了 因為他非常硬 剛剛忘記給你 覺得是個小小的 忘記 特殊蜆蜑 再來挑戰一次 來吧! C'mon !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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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撐下去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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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康喔 灌不過去 大一點吸嗎 78萬血量 現在的戰術呢 我想一下喔 我決定 開他好 還有吸 好剛剛好 小小的 好小小的 這時候就我們手轉吸抗的技術了 平民轉出什麼 什麼時候變手轉吸抗 因為吸抗的時間這樣 好 漂亮 所以這邊算是 算是一個小小的洗技能的地方 好不好 我是運用他 他的這個 我打他不太重 他打我也不重 他沒個特性 好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把他命留給我 好現在就隨意打 基本上大家就會覺得說 先打他看起來就比較穩了 6 7 好 沒差 沒所謂啊 我記得會出他 哼哼哼哼哼哼哼 最後一關了哈 100萬 119萬 應該過了 這位玩家說沒有錯 應該是過了沒錯 看到骷髏頭的時候 就一技先掉 又炸出消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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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帝已經達到 他不死掉了 不用怕,我們有被他五服 所以兩位就先拿開去 現在是1.8 背,應該是 我忘記第一次 那我們就是先開青龍 我是覺得1.8的就差不多夠了 所以我在這時候開了 因為不夠,我們還是那個 還有1隻 雙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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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各位說聲 不然周杰人比較屌 看到眼睛比較屌 看到下巴 非常 今天的關卡 割不斷積木 不是積木 靠呀 割不斷什麼鬼啊 什麼東西割不斷 忘記關卡名稱了 割不斷積木 割不斷積木 為大家示範到這邊 以上今天這個 割不斷積木 割不斷積木 到這邊結束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 我還想嘗試一下這個 別的關卡 我這邊先做一個斷點 其實我還在啦 對不起 我這邊先做一個斷點 等一下我們來 提大家 我想試一下生龍 生龍拳 謝謝大家觀眾 掰掰